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事情是 颱風的風雨基本上叫做迎風面雨勢大 為什麼迎風面雨勢大 因為吹上來要爬山嘛 爬山很累嘛 很累流汗嘛 流汗就下雨嘛對不對 因為一團空氣上升時 其他下降低風上溫度 降低容易凝結保和成雲嘛 你保和成雲 所以迎風面雨勢大 所以考試的時候就畫一個台灣 畫一個台風 畫一個台灣畫一個台風 然後就問你 台灣這裡 問你說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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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雨勢大 要挑誰啊 看誰是迎風面嘛 逆時中轉迎風面 這裡雨勢大 聽懂嗎 偶爾會出現那個 比較靠近台風中心雨勢比較大的題目 要比較少 也會這樣出 有靠近台風中心雨勢比較大 所以迎風面雨勢大 所以你看喔 颱風在這裡 颱風什麼時中轉 逆時中轉 所以誰在迎風啊 西半部嘛對不對 西半部在迎風嘛 東半部是在背風嘛 所以西部迎風雨勢比較大嘛 東邊呢又會擋到嘛 所以雨勢會比較小嘛 比較小OK 比較小 就叫做這裡 那如果颱風在這裡呢 好 逆時中轉嘛 所以東邊的迎風嘛 所以東邊的雨勢比較大嘛 然後呢 西邊的雨勢會比較小嘛 所以看你哪邊雨勢大雨勢小 雨勢大雨勢小 OK 那基本上國中沒有考啦 不過你們可能聽過 台灣在這裡 颱風在這裡 逆時中轉 這裡會出現什麼現象 不錯 有人講了 焚風 為什麼會焚風 爬一次山 下一次雨 再爬一次山 再下一次雨 到這邊就會變得非常的怎樣 乾燥 然後又下沉 所以溫度會變得很高 焚風 地理有焦嗎 焚風 OK 所以 但是這個地理 地科很少考這個 而且你要知道就考了 OK 反正地理有焦嘛 知道就好 好 再來 進到台灣海峽 當颱風跑進台灣海峽的時候 逆時中轉 就會有一個你常聽到的事情 西南氣流 西南氣流 好 你有沒有聽到 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 中南部要勝防豪雨 有沒有 所以 當颱風中心進入台灣海峽的時候 經常會引進什麼海峽 西南氣流 西南氣流 OK 所以大家來 好大雨 OK 颱風一定會死笑笑 剛剛講過 死了海峽就有兩條路嘛 一條去日本 一條去大路對不對 好 西南氣流 為什麼死笑笑 一 一 進入地摩擦力大 損耗能量 二 進入地沒有水 沒有水 水是容易減少 所以提供的熱能會變少 所以就死笑笑 所以大陸哪邊會有颱風 東南沿海的一個省 這方面裡面會不會有 不會 學者考過 問你新疆沒有哪一種天然的災害 颱風 新疆沒有颱風 OK 好 新疆沒有颱風 所以這學者考過 是社會科考的樣子 忘記了 好 好 所以 進大陸的死笑笑 一條牙路去日本 也死笑笑 日本那邊不是海嗎 海那邊不是比較沒有摩擦嗎 而且它是水啊 但是 緯度比較怎樣 高 蒸發比較少 所以 水氣供應量也會減少 所以也會死笑笑 所以日本哪裡會有颱風啊 南邊一點的嘛 南邊一點是誰啊 本州嗎 四國嗎 本州 北海道會不會有颱風啊 不會 不會有颱風嘛 所以 好 反正所以 那個 所以那個 所以去大陸的也死笑笑 去上面的也死笑笑 所以颱風之後一定會怎樣 消失不見 沒有了 好 因為熱量供應減少 什麼什麼之類會減少 好 剛剛跟你講過了 跟美里一樣 颱風的好雨化 一定要有 因為它是我最重要的雨水來源 沒有就炒起來了 然後太多會怎樣 三波洪水五十流 有很多年前有一年 台北市在拉警報說缺水 從東天雨水就少 春雨也少 梅雨也沒有 我說完蛋了完蛋了 就缺水缺水了 結果一個颱風來 全部事情解決 水不灌滿 OK 解決掉 哪個颱風 全部解決掉 OK 但是太多問題啊 回去翻報紙 莫拉克8月8號之前 大概8月6號、8月7號報紙 還有人在寫 莫拉克是一個好颱風 為何 因為那時候台灣也是在缺水 它在外面的時候 為了我們帶來的雨量 解決我們的漢像 可是旁邊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誰還說 莫拉克是好颱風 這句話寫完沒兩天 發發水沙 大家是在路上 大家是在路上 就是 你太多 山峰、洪水、土豬油 沾來就很強對不對 可是可不可以沒有 不能 不能 不能沒有 所以 台灣的必要之二 台灣的必要之二 就是我們一定需要颱風 可是 又不能夠太多 可是老天爺 剛剛好也很困難 剛好也很困難 有沒有颱風 是只會帶來下雨 然後又下得剛剛好 又不會太多 不會太少 這有點困難 反正就是必要之二 跟我們的美雨是一樣的 了解一下颱風的狀況 就可以了 OK